这个视频介绍亚信电子AX58200XRobot EtherCade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 此方案可适用于各种协作型机器人相关产品应用 亚信电子于2019年推出大中华区首款AX58200EtherCade从占专用通讯SOC 并已正式发布于EtherCade技术协会产品指南网页 AX58200EtherCade从占专用通讯SOC 以ARM Cortex-M4F为处理器为核心 并集成以内置两个百兆以太网口的EtherCade从占控制器 这是AX58200EtherCade从占专用通讯SOC的方块图 AX58200可适用于各种实时工业自动化相关产品应用 如马达运动控制、数位Io控制、感测器数据采集、机器人转轴控制等 AX-Robot EtherCade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 利用AX58200EtherCade从占4F马达驱动模块化设计 有效地降低机器手臂关节中马达驱动版的大小 并减少硬件设计成本 这是AX-Robot EtherCade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产品应用图 这个方案使用AX-Robot控制器作为EtherCade主战 搭配AX-58200EtherCade从占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 来实现机器手臂软体助力控制相关功能 在连接AX-Robot控制器的EtherCade主战Windows平台 执行开源软件AX-Robot Utility 可以测试AX-Robot7轴机器手臂运动控制与助力控制的相关功能 利用AX-58200EtherCade从占马达驱动关节模块化设计 有效地减少每个机器手臂关节中 马达驱动版所需占用的空间大小与内部线路配置的复杂度 进而降低机器手臂关节硬件设计成本与设备维护难度 AX-Robot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解决方案 无需额外安装价格昂贵的力量感测器 透过内建的马达助力控制器功能 即可侦测外部突发碰撞事件 紧急停止机器手臂的运作 并发出错误警报讯息 以确保在人与机器协作过程中操作人员的安全 亚信电子可提供AX-Robot EtherCade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开发套件 方便客户进行AX-Robot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软件控制功能评估 最简单的评估方式是 直接将AX-Robot控制器连接在Windows平台后 执行AX-Robot Utility 来进行AX-Robot机器手臂软件控制功能的评估 第二种评估方式是 将AX-Robot控制器连接在Windows平台 并连接AX-58200 EtherCade从战四伏马达模块后 执行AX-Robot Utility 来进行AX-Robot机器手臂软件控制功能的评估 除了以上两种AX-Robot开发套件评估方式 亚信电子可依据客户产品设计的需求 提供完整的AX-Robot EtherCade7轴助力控制机器手臂开发设计服务 需要进一步设计服务或产品讯息 欢迎洽询亚信业务人员 以下视频 演示如何透过执行AX-Robot Utility 来进行AX-Robot7轴机器手臂的运动控制 与各关节助力补偿值的测量 首先 演示如何利用AX-Robot Utility 来进行AX-Robot7轴机器手臂的运动控制 在执行AX-Robot Utility之前 必须先安装Windows USB序列装置驱动程序 来连接AX-Robot控制器 接下来执行AX-Robot Utility 并启动AX-Robot机器手臂3D模拟器功能 客户可以在执行AX-Robot Utility 客户可以在Job Control控制界面 先手动调整7轴机器手臂各关节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可以在Point Editor控制界面 将目前的位置记录成新的移动目标位置点 设置好所有移动目标位置点后 就可以在Script Editor控制界面中的Command界面 按Enter键 开始输入机器手臂运动控制指令脚本 来进行机器手臂的运动控制 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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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客户可以在Motion Tuner控制界面中的Gravity Factor界面量测第二、第四、第六个关节的重力补偿值 接下来,可以在Motion Tuner控制界面中的Friction Factor界面量测所有关节的摩擦力补偿值 量测完成各个关节的重力与摩擦力补偿值后,可以在Motion Tuner控制界面中的EXT Force Compensation界面 再入锁量测关节的重力与摩擦力补偿值,来量测各关节的马达助力补偿值 以作为马达助力控制器参数调整的依据 请观看以下演示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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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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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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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